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呢叫佛学上的叫妄议 好 这个我也不想了 刚才那个 我的临牌案例当中 由于历史写出 或者乱写历史 或者历史事实不符合 占了几个人的百分之四十 欲买杀生 包括杀动物 杀人 肚胎 合起来也占了百分之四十 这个统称呢叫杀生 反正那个佛学上讲了 我就不读讲了 不破坏这里面 现在呢我要讲的是佛学上没有讲到的那些人类不能做的事 第一个是什么事呢 人类不能对基因进行改造 因为呀 我们的人类呀 对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呢 根本不了解 我通过临牌一个 在2011年的时候发现 临牌的时候发现了两件事情 一个 我排了艾滋病毒的 曾经和解决方案的时候 就发现 艾滋病毒是在人类对基因研究的时候 这个 常识性的对剪辑做改造的时候 把那个飘零呢 A和G互换的时候 就那个基因链变掉了 结构就变掉了 然后 追到基因就生气作用以后 在这结冤 然后不能一排 实际上谁也不知道发生了这个事 都说那是因为猴子生上来的 这是错了啊 这个就是基因不能改变 前来的视频上我专门讲过 真的我简单的讲一下子 另外一个 猪瘤杆 齐瘤杆 来自于转基因粮食 转基因粮食 在最早制作的过程当中 把小基因切断 切成最小的基因片段 然后随着复制 这个基因就吃到动物的肚子里面 这个动物就从动物的基因连到一块 让那个基因变掉了 把那个链变掉了 crown 还有病 当然不拧牌也不知道 这个也前两天讲过了 经得拧牌偃发现 腹病毒 武汉肺炎 lyrics 到底什么关系的事 发现了 本身冠状病毒在自然历史存在 它是不治病的 但这次要命的是在哪里呢 是人啊 在实验者在做改造的时候 给他上了四个机构 这四个机构啊 从人体的那个机构合到一块的时候 就把人体的那个基因机构改变了 然后就发生了疾病了 这个呢你仔细看一下 今天我讲过的已经讲了 前面讲的刚才讲到的第一个问题 已经讲到了 好 这个我就详细讲了 第二个问题 我讲的前一阵子讲的比较多的 就是人类不应该研究核 核能 核能发电和核武器 实际上不应该使用的 然后呢那个太阳 是一个外星人制造的一个核能工厂 然后地球人靠核实验的时候 太阳发生共振 然后把太阳搞坏了 把太阳搞坏 现在外星人要把我们的地球拉远一点 把太阳翻倍体积 为什么 因为外星人是不吃半 不喝水 直接用太阳能了 直接用太阳能了 整个宇宙里就一个太阳 你如果把那太阳在那搞虚呼的话 宇宙里面整个外星人都死掉 所以现在外星人从2002年的7月13号开始在修太阳 也就是说 然后同时因为体积下被地球变热了 地球变热 2003年就开始变热了 科学家误以为这是地球的温室效应 真的搞错了 是因为太阳引起的 然后外星人现在还要把地球挪圆一点 挪到火星后面去 这样才能地球上的温度 不会固热 把那个冰都融化 把整个地都淹没掉 所以不能够核研究 然后现在信用的核物质 外星人正在心里 他会把这些核物质移开地球 将来地球是一个无核的一个世界 也就是说研究核物质是不应该的 这是第二个 你把这个不能研究的 第三个 人类不能飞出地球 你们记得吧 你们如果看到了 关于那个中国的银行员叫 这个银行员叫谁 第一个飞天的 我名字一下 杨立伟 杨立伟 他告诉大家 他说在飞出地球的时候 他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 后来那些研究者就问他 是不是这样 模仿了一些人 是不是这样的 是不是这样的 他说不是 他不记得怎么说的 什么声音 我现在告诉什么声音了 砰 砰 砰 这个什么声音了 是阎王挑的 阎王在地球上 人家知道是管生死的 实际上 管生死是他的第二成人 第一成人是防地球人飞出地球 为什么 地球上总是发生战争 然后呢 外星人都怕地球了 外星人都怕地球人 所以呢 要求阎王在地球上守好 不要让地球人飞出地球 怕地球人来杀 飞出地球杀了个 其他星球上的人了 所以啊 人呢 不能飞出地球 如果一旦飞出地球以后 那么被砰王抓到以后 就是敲他的飞行器啊 棒 棒 这个敲到 敲到下的那个 尸弃的那个 尸弃的战斗力 就是人崩溃啊 基本上出崩溃状态以后 就放过他了 后来你看 第二批三个人 在上去的时候 他们也听到这个声音了 外国人实际上也有这个声音 当然外国人到底是不是归阎王管 我不知道 反正中国人 亚洲人是归阎王管啊 反正就是说 人飞出地球是 呃 是不能做的 第四个 不能搞胚胎研究 既然上帝造了人类 哎 实际上是怎么造的呢 是外星球上 因为外星人的那个 把胚胎用到地球上面 让他自己长出来 那么就是能够生硬这个星球的 如果长不出来 就是不适合这个星球的 现在在宇宙里边 除了那个水星 金星 两个星球上 没有生命存在 其他星球都有 为什么水星 金星 那个没有生命的存在呢 水星离太阳太近了 离太阳太近以后呢 那个 一个温度高 另外一个呢 其他星球啊 为了测量他们星球 从太阳之间基底 发出强光再反射回去 测试 到底多少基底 就是经常把阳 因为离太阳太近嘛 那个光线射到水星上面 把他的大气氛搞坏了 大气氛只有保暖中 大气氛搞坏以后 温度不肯定 那么就不能住人类 不能住生命 所以那个外星人 早就不在那个水星上寄住了 而那个金星是第二个星球 原来有人 是在那个 就是因为一道相同的问题 然后呢 在陈吉斯坎那个年代呢 就离开了金星 然后到了那个宇宙里边 地球星传去了 临走之前 给地球人送了礼物 那个就是 是资历的 East Island 那个叫佛火祭岛上面 那个石雕啊 一排有十五个 一排十五个 好多那个石雕 这个就是金星人送的礼物 上面的那个石雕上的人的长相 就是金星人的长相 所以呢 我说到这里边就是说 他告诉我们呢 不应该研究那个胚胎 这个是生命 包括地球人的信息在这里边 你一研究一个 把里面那个秘密搞坏一个 人家会瞎搞 瞎搞一个 就会让人在那 人家这个不能住的 这个第四个 第五个 不能搞克隆人 或者克隆动物 因为原来我们记得 克隆那个英国克隆的羊 叫都立 我们知道人啊 或者动物啊 都是有肉体加灵魂的 但是克隆人和克隆动物 它是没有灵魂的 但是没有灵魂的怎么办 它就会 借 动物或者人的灵魂 它借不是借一个 如果借一个就达到了 它一借 就曾经上完的人的灵魂 都受影响了 所以呢 你搞一个克隆人出来 或者克隆一个动物出来一个 会承偏的人 会承偏的人 遭毛病的 好 这个也是灵魂当中发现的 这是 我讲的那个 第五件事情 就是说 人不能搞那个 克隆人 第六个 不能搞太智能化的东西 智能 比如说造机器人 造智能化的 智能化的 东西 智能到一定程度以后 它就要控制 人类 它要灵魂 因为它 在智能中 从刚才我讲的 是同一回事 是没有灵魂的 但一旦智能到一定程度以后 它要灵魂 它主动要提出来 要搞灵魂 那么 一要搞灵魂的话 就借人的灵魂 那么就发生了 人类的大片的 就从刚才那个一样 从那个 克隆人 克隆东沃一样 就不能太搞得 太智能了 智能到一定程度 就可以了 就不能继续 搞不断生化的智能 要有个限度 就是不能 智能化 智能化 走得太多 走得太多 他们就 那些智能人 到不来要控制人类 要控制动物 而且他要戒 戒 人的灵魂 这也是在灵魂当中发现的 第七个 我在灵魂当中发现了 就是 如果跟地球的上空 照太多卫星的话 那么 它的反光 会影响地球上的那些动物 尤其是这一类的 它的身份中 就会乱了 所以我发现以后 我给马斯克写过信 叫他以后 你再发生卫星的时候 要用不反观材料 你反观材料 你在天空当中 把上面的光反过来的话 就会把地球上的 把地球上的 好多动物 生物中搞乱掉了 包括把人的生物中搞乱掉了 所以我给马斯克写过信 叫他注意这几个项目 今天我充充满满 同大家讲一下 因为比较迟了 再加上今天 我临排了几个案例 比较重要的 尤其是讲到的 讲到那个 冠状病毒 为什么治病 就发现 天然的冠状病毒 是不治病的 但被人改造过以后 形成了机构 形成了机构以后 它就会连到人的基因上面 那就得病了 包括 包括那个 艾滋病和助流感 禽流感 都是人造出来的 人造出来的疾病 所以呢 这个很重要 我连忙告诉大家 因为以前呢 人家也不注意 我的这些研究 但是呢 我发现不想的话 迟早会发生灾难 所以呢 我今天匆匆忙忙 讲一下子 因为比较累了 眼睛也睁不开了 再见 再见